謝謝主席 請主席邀請高部長 高部長請 張委員早 部長好 你應該不是第一次備詢 因為之前也擔任過副部長 是的 那當然啦 擔任部長以來是第一次的備詢 那我請教一下部長 我想這個支持 對岸 現在的國防軍費大概是多少 2015的 你們有沒有掌握 2015 今年 中共的 國防預算 我們每年 你講是預算還是兵力 預算 預算 我們在報上也看到了一些他的預算的 不要講報上啦 你們掌握的嘛 你們要有情報局啊 對不對 如果情報局只是收集報紙 那也沒有需要 我們有互相比對 到底多少啊 能不能講一下 你們的估算 根據你們的情報估算 4.5兆 4.5兆 4.5兆台幣 是不是 那美金差不多多少 大概不只4.5兆 大概不只4.5兆 8868億的人民幣 責換出來當然是4.5兆台幣啦 但是這個數字是報紙上寫的啊 我要講的是你們情報的收集嘛 絕對不只啦 算一算 國外的估算都是這個的兩三倍 所以3千到4千億美金跑不掉 委員那個是他隱藏性的一些 當然啊 你一定要算隱藏性的啊 是 因為他跟我們不一樣嘛 體制不一樣嘛 是 那這樣算出來你就知道說 他的軍力是多麼的可怕 連美國都是非常擔心的事情 但是這兩年我們的國軍 不只這兩年啦 100年以後我們進行了金翠案 對不對 去年裡完成嘛 是 金翠到多少 到21萬5千人 21萬5千人 然後現在還要再進行永固案 永固案已經在進行了嘛 沒有在規劃 在規劃 還沒開始嘛 是 那部長你上任之後你覺得 對比對岸的軍力 還有我們現在的兵力 還有現在在進行的募兵制的進度 你覺得該怎麼做 你覺得永固案還要進行嗎 我們今天我看到說 報上說還有3萬個缺口 募兵有3萬個缺口嘛 那 載營流營的意願 好像也偏低 然後待遇上 有一些現在募進來的 他好像也考慮到 不同兵科的待遇 似乎有一些兵科啊 比例非常低啊 被選上的比例啊 比如說20% 30% 有一些比較艱苦的 所以很多都是選那個什麼 勤務班的啦 勤務工 勤務科的 勤務資源 勤務資源科 那個六七十 百分之六七十都選那一個科別 那這樣你要怎麼樣去平衡呢 包圍啊 走募兵啊 全世界 我想美國西方國家走募兵啊 時間都蠻漫長的 都是要一段時間 慢慢的把它整合過來 那可是我們用 我們現在用三年時間 我們現在才三年 所以我們現在的進度 應該是在我們的掌握中 雖然現在看起來 前兩年稍微有一點 有一點比較困難一點 可是從去年開始 我們慢慢的從流音率 從招生率來看 它都有一些進展了 那再加上大院跟行政院的 各種的支柱我們 我相信今年這個成果 應該不會比去年差 所以全募兵的時刻 在你的任內會完成是不是 這個目標是我們希望達到這個目標 哪時候是做目標 何年何月全募兵 105年 105年就是明年 當然這裡面有很多 就是今年 今年12月31號以前 今年12月31號以前就完成 明年開始就全募兵 這個裡面是希望能夠達到募兵的 我們一個基本的戰力的 就國家的戰力的需求 我們現在要把它達到 那你確定達得到嗎 我們正在做這個努力 不然你剛剛講了一句話 其他國家做目標 都是一段長時間的轉換 跟改變 對不對 他可能是 對 邊做邊改 邊做邊學 那我們要去把這個 mission impossible的東西 好像短時間就要去把它做 調整跟改造 我怕你的體質會受不了 我們也有一段時間 你剛剛講三年嗎 不是三年 他當年就是四年 後來我們又稍微延長了一點 對 可是還是很快 其實你現在有一些 兵員 那些EUV都還消化不了 然後接下來募兵制又銜接不上 然後劉瑩的比例 也不高 我不能講說多低 可是我覺得不高 我們所聽到的都不高 然後 待遇的問題 待遇的問題 有一些比較艱困的 或者比較辛苦的單位 你們待遇加級有調整嗎 你要用什麼樣子的福利 去吸引這一些招募的兵員 我們去年自願役的加級 行政院就調升了 地域加級也調升了 今天我們做的是 戰鬥部隊的加級 跟留英衛助金 其實這些面向都是為了自願兵 大概會加多少 第一類是五千元 你可不可以舉例一下 今天的戰鬥兵加級是五千元 五千元 那個都是 戰鬥兵加級五千元 什麼叫戰鬥兵 可不可以講一下 就是我們講 就是陸軍的步兵 套兵 套兵 在海軍陸艦隊的 在部隊的 還有艦艇兵 就實際在部隊 擔任第一線作戰任務的 你是說比以前增加五千元嗎 對 增加五千元 比以前的戰鬥加級 再提高五千 額外再加五千 額外再加五千 對 針對你剛剛所提到的這些 這些戰鬥兵 是的 哪時候 其他的兵就沒有 今年開始實施了對不對 沒有 現在在行政院審議中 還沒通過 我們希望在今年 上半年 一定要讓他能夠通過 那這預計要花多少錢 這個我們估計不到 不到21 包括留英衛助金 加起來不到21 那留英衛助金 那部分怎麼給 留英衛助金 是看你 留多久 留一年 加一個月 留兩年 兩個月 留一年加一個月 留兩年加兩個月 是的 就年薪的部分 是的 那這樣子整個你們配套下來 你認為在明年 可以完成整個募兵制 我們希望能達到這個目標 這不是希望 部長 剩下不到一年 是 雖然剛過年 現在已經三月了 再九個月 你就要完成這個任務 有辦法嗎 所以 陳昭偉 上個會期 在推 募兵制的 戰興條例 跟這些 加級 其實也就是希望 在今年 能夠一舉把這個 募兵制 能夠做到一個程度 我們不能說 反對募兵制 可是這整個的 調整過程 你必須要 非常的 小心 而且你最重要 要很精準的到位 因為我們不允許國防有空窗期 因為你看看對岸他的 他的這個兵力的增長 預算的增加 你看他會嚇死你啊 對不對 那我們如果說還在那邊 轉型銜接 或造成空窗的時候 那對國防來講 是很大的威脅 所以我們特別要求部長 在這方面 你必須做到無縫 是的 不能讓他有空窗 好不好 那再請教一下部長 這個 這個M503的航路問題 我看你們給 這個內政委員會的報告 這個報告並沒有在國安委員會 因為我剛剛到 這個內政委員會拿的 你們針對M503 似乎是很 我不曉得該怎麼形容 是感覺上 好像也沒什麼感覺 就是說 針對他們這樣子的行為 你表達 國軍已經完成應變整備 可全程監控台海的周邊基建的動態 當然 我不曉得這應變整備到底包括什麼 而且 這邊 你們也說 國軍仍然依照空防的任務 不會因為中共公佈新航路 而有任何改變 那所以這個到底是消極還積極 也就是說你不會有任何改變 反正我也不管你M503有沒有 我的空防我的海防我全部都一樣 那這樣子的話是表示什麼 我們很強 還是表示我也不知道該怎麼樣 因應還是我沒有掌握 那而且你們還提到說 未來將在這個國家安全前提下 配合交通部制定完善的監控管理機制 所以M503這件事情 在整個政府的決策 還有檢討 還有未來的規劃 到底是交通部在主導 還是國安部也是主導之一 還是說有更高層的國安單位在指導你們 部長您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我跟委員再跟您報告一下 不是國防部 它這個航線開完以後 對我們的戰友軍的所有的區域 我們是不會改變的 對 我們為什麼會這樣講 我剛剛講過 可是你的防衛 跟所謂的戰備整備措施 會不會調整 我再跟您報告一下 我剛剛講過 兩國論以後它的戰機出海了 對 這麼多年來海峽中線以西 共機是有在那邊活動的 我們空軍一直在掌握住它 也能夠有效的應處 這麼多年來我們都可以做到 所以換句話說 所以現在一個民航機進來 我相信我們還是可以監控住它 好 那我問你 那中共的民航機 進行情報偵送工作有沒有可能 可不可以 如果它在波音的飛機上面 裝設的雷達或者照相 可不可以 跟委員報告這可能就違反了 國際航空法 那可不可以偷偷做 國際航空法有很多的規定 誰去檢查它 你沒有辦法檢查它嘛 它是共產國家啊 對不對 連美國也不敢檢查吧 我剛剛跟委員報告過 就是說它的戰機 已經在中線以西 我知道 我知道你的意思 就是說針對戰機軍艦 其實你們做好百分之百的準備了 你們也講過去就這樣了啦 不是今天才這樣啦 所以你也沒有差 你有能力來防衛它的戰機跟軍艦 我同意 但是我要講的是 這條線 如果我們讓它法制化之後 對不對 它提出來這個航線沒有意義嘛 如果我們沒有意義 國際上也沒有意義 它沉岸了 它開始飛了 那我剛剛只是問一件事情 民航機的部分 它能夠針對我們做任何的勤收嗎 可不可以 如果啊 最壞的打算 國防部能不能夠告訴我們 現在對岸也在聽 也在看 也講出來沒有關係 你講民航機上做一些徵收的 我剛剛跟委員報告 其實民航法有很嚴格的規定 民航機它應該接受 國際民航法的一些規範 那不然我剛剛問的是說 我們假設他敢違法 敵人是非常狡詐的 表面上我絕對符合國際規範 他不可能當乖小孩啦 所以部長最壞的情況 是在民航機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進行相關的偵查工作 因為他已經去中線六海里了 對 偏西六海里 其實去中線十點二海里了 其實距離 距離他的岸也不過才二十幾海里 所以如果他在岸邊 他也可以做徵收的活動 只是他現在 如果照委員講的 他用民航機來做 我們這邊平常在做訓練 在做一些偽裝 我們都有一定的程序 所以你們可以發現他 有沒有用民航機在做偵查嗎 有沒有辦法發現 還是說這種發現 一定要透過敵後的情報工作 這個 一般來講 我們沒有 現在沒有辦法到他的民航機上去做一些了解 我相信這個國際的規範應該會規範的很嚴 好 我還是提醒國防部 在這些事情上面 或許可以態度上更積極一點 是的 好不好 是的 謝謝 好 謝謝江維 我們現在請蕭美請委